ją 各位同學成人 大家好 歡迎來到機器人學第11單元軌跡規劃 今天要介紹第2個PART 軌跡規劃上 然後我們一開始介紹 關節軌跡規劃 我們一開始先來介紹 3階多項式軌跡規劃的方法 一开始假设我们知道起点跟终点的关节角度 那问题是如何规划轨迹中间的所有点 就是我们这个关节轨迹跨所要探讨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使用三阶多项式来规划中间的所有点的话 我们可以表示成这个数学式子 Ct of t 等于 c0 加 c1 t 加 c2 t 平方 加 c3 t 三次方 用一个三阶多项式来表示所有点 那 t 就是我们的时间的因素 例如说我们希望从 7 点到终点 7.4 假设 t 等于 0 那终点是 t 等于 tf 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条件带进去来计算 所以三阶多项式轨迹规划的目的是 希望我们能求得这个三阶多项式的所有的系数 c0 c1 c2 跟 c3 来满足我们所要的一些规定条件 那这边有些约束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 7 点 θ t i 就是 70 的时间点 它的角度是 θ i 它终点 θ tf 就是 θ f 然后它的速度一开始速度应该是 0 它终点它也要停止 所以 θ dot of t i 等于 0 然后 θ dot of t f 也会是 0 代表起点终点的速度都是 0 然后接下来看 我们把刚才那个式子第一式微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θ dot of t 这个式子非常简单 可以很直觉的 可以微分出来 然后我们把刚才第二式子 带入式子一跟第四式三 目的是希望把那些约束条件 边界条件带入式子一跟式子三 那式子一是原本三阶多项式的式子 那式子三是我们微分一次 得到速度的式子 带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条件 好 就是式子4 得到式子4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式子4写成矩阵的形式 好 就可以写成一个矩阵形式 那这个矩阵形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来计算说 我们的这个 C0 C1 C2 跟 C3 好 所以这边看到 我们可以怎么求系数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 好 矩阵的 inverse 来计算我们的系数 然后这个三阶多项式的轨迹个话 是非常简单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一个三阶多项式的函式 然后把一些我们的边界条件 例如说起始的关节角度 中点关节角度 还有起始的速度 中点的速度为0 带到这个三阶多项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投入这个式子 然后由这个式子就可以满足 我们刚才所需要的一些边界条件 例如起点的中点 还有起点速度跟中点速度 那这边有个例子 是希望说设计一个六轴的机械手臂 它的第一轴 希望在五秒钟之内 从30度到75度 那现在是希望使用一个 三阶多项式的轨迹规划 来计算第一轴 在二三四秒的关节角度 所以题目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希望设计一个 关节角度轨迹规划 希望第一轴从30度到75度 那用三阶多项式 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式子先表示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带入我们刚才题目的条件 它从30度 所以代表θ of ti 就等于C0 因为三阶多项式 ti如果都带0的话 只剩下前面的系数 C0 C0就等于开始了70的角度 30度 θ of tf 就是我们题目给的5秒钟 就带出来这个式子 最后它的关节角度是7速度 所以很轻易的可以得到第二条式子 第三条式子是我们速度 一开始速度是0 所以我们做一次微分 那一次微分 时间ti带0的话 就知道C1等于0 同样的θ dot of tf 一样 它的末端速度也是0 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透过这个四条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这个三阶多项式路径的系数 C0等于30 C1等于0 C2等于5.4 C3等于4 0.72 知道这些系数值 我们就可以带回原本的式子 就可以计算说 我们式子原本的表示法是这样 包含它的θ of t θ dot of t 跟θ double dot of t 都可以知道 然后题目是要问 二三四秒 二三四秒 机器关节角度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式子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我们θ1 是多少度 θ2等于多少度 θ3等于多少度 θ4是多少度 它就可以轻易的得到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 刚才那个三阶多项式子 我们把它做一个图形来表示 也就是说我们角度是希望从30度到75度 这是角度的从0秒到5秒钟 这角度的轨迹 因为这轨迹包含角度也包含时间 是一个时间的一个function 然后这是角度 然后速度是它的一阶微分 就是速度的轨迹 然后加速度 就是这样 所以你把微分两次之后 得到加速度 它基本上是一个线性的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里面 我们介绍了关节轨迹规划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三阶多项式的表示方式 它是一个一开始基本的入门概念 跟各位介绍说 如何用一个三阶多项式 来规划一个关节角度 它主要概念是透过我们的边界条件 例如起始的关节角度 中点的关节角度 以及起始的速度 跟中点的速度 来带到我们这个三阶多项式的式子 来求出它四个系数 因为总共有四个边界条件 所以可以求出四个系数 透过这四个系数 我们就可以重建原本的三阶多项式 然后其中我们要知道任何时间的关节角度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三阶多项式 可以求得它的关节角度 好 好